三十多年前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地上 赫然诞生了这样一个品牌 它是一名乡村赤脚医生 经过101次试验的自主发明 它曾引发过世界罕见的全民抢购风潮 缔造了众多知名富豪的创富神话 它数次代表中国中医药走出国门 获得11项国际大奖 对提升中国中医药在国际市场的地位 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它开创了中国的毛发再生行业 为世界数千万托发者的康复带来了希望 它就是世界知名生发品牌 张光101 我国著名生发专家赵张光先生 是张光101的发明人和品牌创始人 早在1974年 还是浙江月勤赤脚医生的他 因为深切感受到脱发 给人们心里造成的伤害和痛苦 便以摆着不挠的精神和毅力 历时六年 研制成功治疗脱发的中药制剂 张光101毛发再生丁 1987年 赵张光先生带着张光101 这一神奇的生发水 先后在河南郑州 北京浙江月清三地建起工厂 正式将这项发明转化为生产力 开始进行工业化生产 造福了上千万托发者 1987年到1993年 在国家科威的大力推荐下 赵张光先生携带发明的 101六次参加世界博览会 凭借其东方式的传奇推广方式 以无可辩驳的效果 获得11项国际大奖 这其中包括含金量极高的 奥斯卡发明奖 这些奖项的获得 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中医药产品 在排斥中医的西方国家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获得了巨大的认同 101和中国中医药 自此风靡全球 获得国际大奖后 张光101创造了很多 令世人惊叹的奇迹 在日本作为国领 赠送给日本前首相足下灯 引起了日本市民的极大关注 一度康复殷勤 在俄罗斯 101更被称为 中国近代三大发明之一 在国内 张光101的秘方 被作为商业机密 进行全面保护 其间 随着国内外 强顾风潮的迅速蔓延 一批101的带领商 也开始了他们的创富神话 知名富商李小华 陈丽华 刘成的 刘锡明等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与此同时 因为生发效果显著 张光101作为中国发明的中药配方 在海内外市场上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不仅称为中国发展商品经济过程的一个标志 也是将中药成型带入世界市场的试金石 称为继同人堂之后 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大中国品牌 101也由此成为一个代表中国中药的世界公认词汇 2002年4月 张光101正式从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福利企业 转制为民营高科技企业 迁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自此 张光101企业高速发展 逐步实现了企业的二次同飞 在国内外建立101生发专业连锁咨询服务机构 2600多家 员工达14000多名 产品行销世界65个国家和地区 是全球公认的生发知名品牌 和中国毛发行业的领军企业 张光101已建立了一支 由管理人员研发人员销售精英组成的 团结专业的高绩效团队 并实现了研发队伍专业化 销售精英全球化 培训机构系统化 为品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储备 注重研发保持令先优势 101灵魂人物赵张光先生 因锐意改革荣获多项荣誉 对科研十分关注 致力于推动国际毛发再生行业的 学术交流与合作 研发创新突破单一产品 发展成生发 养发 防脱发 和护肤四个系列的二十多个品种 改变传统工艺 引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稳定和强化现有产品效果 101在全球设立连锁专卖店 2600多家 销售网络遍布全情 每天为50多万名脱发者服务 成为同类产品不可复制 却有争相模仿的特定营销模式 在服务方面 致力于为顾客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为客户提供定制服务 科学程序预发 坚持心理和生理治疗并行 领先服务帮助突发者重塑积极人生 同时 101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从事公益事业 37年来 累计创造产值48亿元 为社会公益捐款1500多万元 资助人数逾万人 2009年 张光101控股集团成立 开始正式步入上市筹备的快车道 上市的进程 是企业规范壮大的过程 充满机遇与挑战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以德为魂 玄乎济世 依法制器 产业报国企业宗旨的指引下 坚持自主创新 稳步发展的张光101 能够经受考验 做大做强 成为民族中医药自主品牌 参与国际竞争的典范 成为领军国际国内毛发行业的 企业航母百年品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